哈囉大家好,我是王羽凱,歡迎來到第二個頻道 今天為大家介紹火炎熙的翼轉 炎熙在翼轉之後依然有兩個型態 第一個型態跟原本的一樣 第二個型態就長這個樣子 新的,沒錯,超級可愛 那我們先從第一個型態為大家做介紹 這個就是舊的型態 但它主動技能其實有變更 它把之前的負面效果給拿掉了 之前回復力減少50% 現在完全沒有了 還有這個技能有提升 當你關閉的時候,之前是轉新珠 現在變成新強化珠 所以等於是把它的主動技能做得更好了 讓它可以更適合當作隊員 隊長技能的部分有增加 它可以將火轉成火神竹符石 火神竹強化符石 那可以讓它當隊長的倍率提高非常多 那它這邊有一個隊伍技能 不過我沒辦法給大家看 因為右上方的問號不見了 它隊伍技能是光暗兼具50%的符石效果 所以可以讓這隊完全不會缺珠 雖然這個當隊長是一線強度的倍率 但是回復力依然是有點悲劇 不過大家如果說想沒有火隊的隊長的話 也可以用我們火炎熙當作隊長 那這一次在一轉之後 其實適合練兩張 一張是這個型態 另外一張是另外一個型態 當作隊員 它當隊員主要亮點在於它主動技能 可以將木珠的掉落率變成零 並且將木珠掉落的機率變成火符石 所以天降會很多 那這個的好處跟以往靜星不一樣 因為靜星你就沒辦法回血了 但是炎熙開下去還是可以回血的 它還有一個特別的效果 就是消除神竹符石的時候 又額外提升40%的天降率 那我們火炎熙當隊長的話 它這邊又給你每回合轉出火神竹強化符石 所以就是很契合到它的主動技能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BUG後這邊沒有寫清楚 這邊好像要計算手銷 就是你手銷神竹符石的時候 才會有這個40%的天降機率的加成 因為我自己試過 其實把這張卡片放進火希臘當中的隊員 那個天降比沒開還慘 對所以我就不知道 這是到底是BUG還是怎麼樣 不知道欸 反正我覺得這張卡片放進火希臘 反正好像沒有這麼好用 或者說現在易轉的希臘 其實放進進星或者是進珠的角色卡 都不是太實用 因為希臘在改之後是 增加一開始的天降 反正這種進珠的角色卡其實不太實用 那我覺得它的真正用途到之後 才會讓大家看到 在這幾次的版本大家應該都可以發現 神魔之塔做了非常多種族珠的上面的琢磨 比如說像是可以轉出神竹符石 或是像是希臘可以天降神竹符石這一種的 其實越來越有這種發展的趨勢 所以炎希在之後 可能就可以一直消除神竹符石 然後一直有天降機率的加成 所以我覺得 這張卡片是後世看著 但是現在好像很少隊伍可以放得下這張卡片 那它的隊長技能呢 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用處 因為只有單純的Berry加成 也不是加成的非常多 所以如果說你要玩隊長的話 還是另外一個型態會比較好 那其實另外要跟大家介紹就是 我們的炎希 另外一個型態的這個 是不能跟近星角色一起開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我覺得跟切下好像蠻搭的 因為切下原本就是近星嘛 就是會爆星珠 那如果說我們炎希又爆木珠的話 那天降應該會很多 對之後的實戰大家應該都可以看到 它的天降可以有多誇張 以上就是這個炎希 那你問我就是要不要花錢 抽這個異轉炎希 如果說你原本自己就有的話 那你自己就異轉 那沒問題 但如果說你要不要花錢的話 我覺得 你可以把錢留到過年 因為應該有很多黑金卡 因為像比如說我們隨便舉個例子 特哥或者是三藏 它們一組你一抽到 它就可以當隊長 而且非常非常的好用 但是炎希這個就是要等到之後 可能又有比較強勢的隊長去搭配 才能真正顯示出它們的一個特點 但是如果說你現在不抽的話 又要再隔一年 可能明年六週年 才會再出這個炎希 所以我覺得 如果說你真的覺得等太久的話 你就要考慮要現在抽了 不然是 通常炎希是不會再復刻的 就不會在普通時候復刻 只有特別慶典才會復刻 所以大家如果說要得到這張卡片的話 要把握這幾天去抽喔 那以上就是關於炎希的所有分析 如果大家覺得還實用 不用了分享給身邊所有 不知道該不該抽 該不該練這張卡片的人 如果說想要看到更多卡片分析器的話 不要忘記訂閱小鈴鐺的小鈴鐺 下次也有新的影片啦 決定時間通知你唷 那我是Lunny凱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